音乐与多巴胺 多巴胺 多巴胺是大脑内分泌的神经地质 可影响人的情绪 简称DA 达尔维德卡尔森 确定了多巴胺为脑内信息传递者的角色 使他赢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奖 多巴胺在血清素 肾上腺素协同合作下 让心情感到愉悦 有研究发现 毒品或吸烟之所以会上瘾 也跟多巴胺有关 一、多巴胺的奖励机制 多巴胺最重要的功能是让大脑产生奖励机制 也就是当做了某件事而感到快乐 多巴胺就会分泌 研究证实 运动、美食等都能促进多巴胺的分泌 二、多巴胺的作用 多巴胺参与了很多生理、心理和行为功能 包括 一、维持血管功能 二、增加学习及处理事物的动机 三、维持心率 四、增进睡眠 五、提升专注力 六、维持心脏、肾脏功能 七、控制得心急呕吐功能 三、多巴胺不足与多巴胺受体功能障碍 多巴胺受体的多少 和人的遗传基因 生活方式 外界刺激有一定关联 交感神经不够兴奋 多巴胺受体功能会受阻 会导致身体需要更多产生多巴胺的动作 一般身材较胖的人体内都缺少多巴胺受体 他们在接受食物所给的刺激时 往往要比正常人慢 因此 他们需要更多的食物 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快感 四、多巴胺是睡眠开关 多巴胺令人保持清醒 多巴胺水平下降会诱导睡眠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 2016年8月3日报道 多巴胺水平的下降 会触发被称为睡魔的开关 研究小组对果蠅大脑中的 睡眠同态调节器进行了研究 果蠅控制睡眠的神经与人类相似 当果蠅体内部再产生多巴胺的时候 开关就会开启 从而引发睡眠 五、多巴胺启动快速演动睡眠 在睡眠中 熟睡与浅睡 二、一、M快速演动睡眠 二者之间循环的机制 一直困扰着科学家 2022年3月 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 日本驻波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研究发现 让大脑愉悦的信号 多巴胺 在大脑中的基底外侧性人和区域升高 是从熟睡转到快速演动睡眠的关键 六、产生多巴胺的音乐 加拿大心理学家丹尼尔·列维京说过 当我们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时 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就会增加 七、提升多巴胺水平的音乐 提升多巴胺水平的音乐 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音乐 例如 年轻时代的流行曲 感谢观看 愿音乐带给你健康